俄巴底亚书 俄巴底亚书 第一章 俄巴底亚得了耶和华的末世 论以东说 我从耶和华那里听见信息 并有使者被拆往列国去 说 起来吧 一同起来与以东征战 我使你以东在列国中为最小的 被人大大藐视 住在山穴中 居所在高处的 你因狂傲自欺 心里说谁能将我拉下地去呢 你虽如大鹰高飞在星宿之间搭窝 我必从那里拉下你来 这是耶和华说的 盗贼若来在你那里 或强盗夜间而来 你何尽被剪除 岂不偷窃直到够了呢 摘葡萄的若到你那里 岂不剩下些葡萄呢 以扫的隐秘处何尽被搜寻 它隐藏的宝物何尽被查出 与你结盟的都送你上路 直到交界 与你和好的欺骗你 且胜过你 与你一同吃饭的 设下网罗陷害你 在你心里毫无聪明 耶和华说 当后那日 我岂不从以东除灭智慧人 从以扫山除灭聪明人 提慢啊 你的勇士必惊慌 甚至以扫山的人都被杀戮捡出 因你向兄弟雅各行强暴 羞愧必遮盖你 你也必永远断绝 当外人掳掠雅各的财物 外邦人进入他的城门 为耶路撒冷年纠的日子 你竟站在一旁 向与他们同伙 你兄弟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 犹大人被灭的日子 你不当因此欢乐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说狂傲的话 我明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进他们的城门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瞪眼看着他们受苦 他们遭灾的日子 你不当伸手抢他们的财物 你不当站在岔路口 捡出他们中间逃脱的 他们遭难的日子 你不当将他们剩下的人 交付仇敌 耶和华降伐的日子 临近万国 你怎样行 他也必照样向你行 你的报应 必归到你头上 你们犹大人在我圣山 怎样喝了苦杯 万国也必照样 常常的喝 且喝且宴 他们就归于无有 在西安山必有逃脱的人 那山也必成圣 雅各家必得原有的产业 雅各家必成为大火 约瑟家必为火焰 以扫家必如碎街 火必将它烧着吞灭 以扫家必无余胜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南地的人 必得以扫山 高原的人 必得非利士地 也得以法连地和撒玛利亚地 遍雅敏人 必得激烈 在迦南人中 被掳的以色列众人 必得地直到撒勒法 在西法拉中 被掳的耶路撒冷人 必得南地的诚意 必有拯救者 上到西安山 审判以扫山 国度就鬼耶和华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